城大教職員協會主席謝永玲 今天將早前給校方移除的登謎再放上民主場 諷刺城大最高薪的人員 月薪和最低薪的一位差距極大 而這位最高薪人員的薪金 資料記載在城大的聯報 謝永玲指 他是根據聯報資料計算一個中委數得出 城大校方就回應 早前放上民主場的內容嚴重失實和誤導 違反校規和使用規則 在同學生會溝通和徵訊法律意見之後 最後決定移除 我們星期二元宵節 我們等個登謎在這裡 等同學可以曬 登謎大家看到 城大最高薪的人員是63萬1 最低薪的是1萬1千2 謎語是要求人們想一想哪個生肖 我們想這些是公開的數字 是不應該有問題 但是學生會就受到壓力 就是說涉嫌是違反私隱 我們看不到一些公營機構的財務狀況 一些最高級的員工的薪酬 其實大家都知道不是私隱來的 你一些公營的機構 你上網就找到它 那個主席好 最高負責人好 那個身材是多少 我們認為這個是很無理的理由 依照這個很無理的理由 幾乎是 我們的學生會 就說我們成大找了法律意見 認為涉嫌違反私隱 那因而呢 學生會星期二晚就 將那些標語下了假 那我星期四 昨晚我們再等上去 昨晚下午 那怎知它傍晚呢 是又 這次不是給學生會那麼簡單 學生會不就範 學生會說沒有理由我們研究過 是對的 因為那些資料根本是可以公開 我手上就是那些資料來源 就是成大自己出的年報 裡頭有了高級職員的人工 那個問題就存在了 晚上就有一些員工 當然是受人的指令之下 就將我們的海報 切絲爛了 那我們認為是 絕對不妥當的一件事 因為我們只是公開一些事實 而是如果那些事實都有問題 老實實 應該印這個年報的人負責 就不是我們負責 我們只是講這個年報 裡頭有一些應該公開的資料 因為每個市民都有權 去監察一些公營的機構 他們做得好做得不好 那些人的生存情況是怎樣 這些是一般的納稅人都應該知道 一般的市民都應該知道 為什麼我們發放這個資料 幾乎是犯法呢